徐忠沛 父亲 父亲在我十六岁时逝世 在这十六年中 我听见父母交谈的话 不到一百句 我也没见父亲进过母亲房门 我相信父亲是致死爱母亲的 但自我出生以来 母亲却板起脸 直还了父亲对他全心的爱 父亲曾为此伤心过 可是我们却从未听他出过一次怨言 也没有看见他掉过一滴眼泪 祖父母偏爱淑妇 对父亲长加深至 子女偏爱母亲 对父亲淡然至之 母亲对他更是冷若冰霜 在这冰天雪地里 父亲却是笑口长开 父亲把一声怨 画成一脸宽恕姑息的笑 我自小就体会父亲的寂寞 父亲对我的纵容 更加强了我对他的爱 我跟着他 走遍镇上的茶楼酒寺 甚至在他入局时 我也站在他身旁 数着他的筹码 父亲的朋友 常一看见他身旁的我就皱眉 记不清什么时候 一些是我小学将毕业时 父亲忽然放下酒杯 推开牌桌 在镇上的学校里找到工作 他先是早出晚归 其后索性搬出了家 在学校擅速 父亲一直优柔寡断 我至今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 使他有决心搬出了这四家 而非家的家 就此 父亲好像家里的一名长期客人 有时他回家时 正当家里开饭 我牵着父亲的手 拉他入座 他却笑着摇摇头说 我用过了 暑假放学 兄姐全回家 父亲也无客户 似乎也在家用饭 只是依然住在学校 他知道二哥爱吃鲜鱼 三姐爱玲角 时常不惜走遍全镇去五色 父亲的一把芭蕉扇 由小圆桌桌面那样大 午餐时挥汗如雨 父亲老在我身边 挥着他的大扇 全桌生风 露夜在后院那凉 我躺在他身旁 听他讲母亲 所谓罪不入耳的山海经 听着听着 卷急沉沉睡去 小睡醒来 天上繁星闪烁 眼前一亮 是父亲在点灯笼 我坐下来 揉着惺忪双眼 问他 你到哪里去 父亲把灯笼 对我脸上一照说 我回去 我送他到后门 以着门畅望着他灯笼 欲行欲远 有如一点营火 我一直不敢也不忍问 你为什么不留在家里 我外出读初中时 父母都已有白法 而存在两人间的隔阂 始终未因岁月变色 母亲主持家务 主持我们的教育 父亲在管不到家务和子女之余 退而独善其身 记得我第一次离家就学的那一天 清早去学校向父亲辞行 他的学校还未开学 庭院积极 在空旷的宿舍里 我看见父亲孤零零的一张床 他的同事都有家 全回去度家了 父亲在帐子里探出头来 笑说 是你 我说 我要走了 学校开学了 他沉默拜赏 才说 你也要走了 在我低着头走出校门时 父亲突然从后面赶来 他一手扣衣 一手把几张钞票 塞在我手里 我赶快还给他 我有我说 你留着自己用吧 他从右塞在我手里说 拿着吧 你还是第一次用爸爸的钱 他脸上依然对着笑 但不是宽恕姑息的笑 却是欺然欠然的笑 初中毕业回家 发现父亲已辞职 搬回家来 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在职教边 那年暑假 我和他同居一室 常听他咳嗽 夜半醒来 朦胧中寒淡 他也总是醒着 母亲对他 依然不言不语 我为过度同情父亲 几次出眼顶撞母亲 母亲家法最严 有一次在盛怒之下 把我痛斥 我赌气老早上床 不出外乘凉 几声咳嗽 父亲也走进房来 他揭开我的杖子 把我身子搬过来 低声说 下次别再惹恼你母亲 他持家已够辛劳 我把扇子严住脸 停了一声 他又说 你母亲生性要强 我却一生无有宣和功名 说到这里 他又咳嗽了 我放下扇子 他那时藏着上衣 只见他胸前根根肋骨壁露 他说 如果有一天我死 你妾莫又为我和他们伤了和气 我又几层进过为夫为妇之责 就在那年秋间 我接他病电 星夜迟归 我要扶在他病榻前 重申我对他无底的爱 我要他知道他还有我 并没有寂寞一生 但我回去时 他却神志已模糊 他没有看我一眼 我扶在他榻上 我等了三日三夜 我没有别的习记 只希望在生死的长别前 再有机会让他爱抚地看我一眼 让他听我喊一声爸爸 但是他却昏睡不醒 我的呼唤 甚至母亲对他出奇的温柔 都换不回他失去的生命 在他咽罪后一口气时 床边家人还气 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享受了大家的爱和关切 在他自知不起时 曾主三解 你如笑我 不必厚葬我 个人求心之所安 他的自责引起了人人自愧 屋内哭声震耳 应该滴滴都是忏悔之类 在临去的最后刹那 大家才发现了这位被遗弃了一生的老人 但一切都太迟了 但一切都太迟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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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